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思维模式在某些方面可能存在差异。 以下是一些可能的例子,但请注意这仅仅是一般性的描述,并不能概括所有穷人和富人的思维模式。 穷人的思维模式,短期思考,穷人可能更倾向于关注眼前的需求和挑战,因为他们需要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,如食物、住房和医疗保健。 消极心态,穷人可能面临更多的挫折和困难,这可能导致他们对未来感到悲观和无力。 短缺观念,穷人可能感受到资源的有限性,因此更倾向于节省和保护自己所拥有的资源。 被动角色,穷人可能感觉自己处于被动地位,认为自己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,需要依赖外在因素。 金钱观念,穷人可能更注重每一分钱的花费,更倾向于以价格为主要考量因素,并较少考虑长远投资和财务策略。 富人的思维模式,长期思考,富人通常更倾向于制定长远的目标和计划,并专注于长期财务增值和个人成长。 积极心态,富人通常对于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持积极的态度,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克服困难并获得成功。 丰盛观念,富人相信资源是无限的,他们更倾向于思考如何扩大自己的资源和财富。 主动角色,富人更倾向于主动掌控自己的命运,他们相信自己的努力和决策可以带来成功。 财务智慧,富人通常更注重财务规划和投资策略,他们会考虑长远的财务增值,并在投资中冒更多风险以追求更大的回报。 这些是一些可能存在的差异,但每个人都是独特的,思维模式受到个人的教育、经验和价值观的影响。 此外,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异并不绝对,也存在许多例外情况。